白居过戏,人的一生看似漫长,但其实过得飞快,从哭着来到笑着去。 这百年岁月里,我们的生活装满了酸甜苦辣。 年轻的时候,为了让身边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不得不在社会上追民主力,努力奋斗。 等到我们老了,到晚年了,往往没有了宠敬,而是抱着一种落叶归根的心态。 但这个落叶归根却不是虽都能过得舒服的。 中国现状老龄化严重,要想让自己的晚年过得舒服,手里要紧握这两件东西。 丢了其中一样,晚年生活多半会过得很艰难。 一、钱是老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。 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,在我年轻的时候,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 现在我老了,才知道的确如此。 这里说的钱指的是养老钱说钱。 有人说钱乃身外之物之物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 可我们要知道,我们一出生就和钱打交道,没钱和谈幸福。 有一则很扎心的新闻,一名孕妇,病得很重。 在ICU住了一周多,花了二十万。 他是农村人,治病的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。 到后来他老公实在借不到钱了,不得已放弃了治疗。 其实那时他的病情已经有些好转,有可能活下来的。 可是放弃了,他就死了。 他老公哭,医生也哭。 再比如这样的新闻也随处可见,老父亲身患重病。 但子女为了省钱也只能拒绝治疗拒绝签字治疗,导致父亲病情急剧了话。 本身有望好转,最后连医生都无济于世了。 所以,你还说钱不重要吗? 在有钱的人眼里,钱远远没有健康重要,所有他们看病只关心病情是否好转,从来不问多少钱。 而没钱看病的人第一句就是需要花多少。 这不是说没钱的人不关心健康或病情,而是现实不容许他们先考虑这个。 尤其是当我们步入老年,人也退休了,没有了挣钱的能力和途径, 只能靠着退休经过日子,但退休经往往是不够花的,因为老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既能退化。 进医院是常有的事,哪里都需要钱,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,去趟医院就所剩无几了。 既然钱这么重要,人到了晚年就要更加注重钱的问题,要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守财奴。 做到该花的钱就花,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要乱花。 人辛苦了一辈子,前半生为子女而奋斗,后半生应该为自己而活着。 当孩子们成家立业了,我们要懂得去享受生活。 人到晚年,手上留油养老前世多么重要。 一旦养老前没了,您的晚年生活注定很凄凉。 二,老友所居才是最大的幸福。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梦想,就是能够在城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 多年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,在城里终于有了安居之所,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对于年轻人来说,房子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住的地方,而对老年人来说,房子是他们养老的根本。 生活中许多老年人,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们的思维比不上年轻人。 有些老人上当了,养老欠没了,房子也丢了,甚至有的老人为此过上流浪的生活。 一位养育了三个儿女的老大爷,最终却流落街头,几天没有饭吃,只因为他没有了房子。 这位老大爷在老班去世后,选择把老宅分给两个儿子,本想着能在两个儿子中轮留住, 却没想到两个儿子都不欢迎,儿媳也不孝顺,甚至还被赶了出来,最终露宿街头。 如果老大爷当初没有把房子分给两个儿子,怎么着也到不了这个地步,好歹还有个住的地方。 这位大爷的故事其实也是很多老人的缩眼,我们总是怕给儿女不够多不够好,却没有为自己想想。 辛苦了一辈子,连家都没有守住,人到晚年,一定要给自己留个住的地方,否则碰上不孝顺的子女。 那时有八九会过得不如意,甚至会面临无家可归的局面,有多少儿孙满堂的老人,就是这样变得无家可归。 三,珍惜自己的老伴。 老伴是那个愿意与我们一同分享人生喜怒哀乐的人,他们是我们的知心朋友,我们可以在他们身边畅所欲言,分享内心的喜悦和忧愁。 无论是生活中的琐事还是重大决策,我们可以与老伴一同商量,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和困难,分担彼此的痛苦和快乐。 老伴是我们生活中的依靠和支持在年轻的时候,我们可能充满了自信和勇气,对于人生的困难和挑战都有着充沛的精力和信心。 然而,随着岁月的积累,我们可能会面临生活的变故和身体的衰老。 在这些时候,老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,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,是我们最真诚的慰藉。 当我们身体不再健康,面对生活的挑战时,老伴会默默地在我们身边守候。 基于我们无尽的关怀和关爱,他们会为我们排忧解难,关心我们的身体和心情,基于我们坚定的支持和信心。 老伴是我们生活中的伴侣和陪伴。 当我们年轻时,生活可能充满了各种的活动和娱乐,我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,与朋友们一同玩耍和旅行。 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可能会渐渐失去一些年轻时的活力和机会,而生活中的陪伴就变得更加重要。 老伴是哪个愿意与我们一同走过每一段人生旅程的人,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还是一起度过的假期和旅行。 老伴都是哪个陪伴我们笑声和泪水的人,他们会与我们一同分享人生的喜悦和悲伤。 一同回忆过去,展望未来,他们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。 与我们一同度过晚年的时光,一同面对人生的起伏和变化。 老伴是我们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和幸福源泉。 年轻时,我们可能会在事业和社会地位上追求成功和成就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会逐渐认识到人生的真谛在于家庭和情感。 老伴是那个与我们一同走过人生的人,他们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,与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。 他们是我们的家人,是我们生活中最为珍贵的人。 与老伴一同度过晚年,一同享受平淡而温馨的生活,一同回忆过去。 展望未来,是一种无比幸福和满足的体验。 老九是忘忧的,老狗是温饺的,老友是助兴的,老七是安心的。 有一天,迷了路,才发现一生所寻找的,不过是一个家。 人越老,越害怕孤独,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独自吞噬寂寞的能力。 有老伴和没老伴的晚年生活,注定是不一样的。 很多人直到江老才发现,在这个世界上,陪伴我们时间最久的人,不是孩子,不是父母,不是朋友,而是我们的另一半。 正所谓,少来夫妻老来伴,人要想晚年生活幸福。 手里要紧握,劝,放,老伴这三样东西,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晚景凄凉。 晚年,注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 不管你曾经的地位多么显赫,不管你有多少孝子嫌酸,人生的最后阶段都是痛苦无奈的。 要知道,生命就是一个倒计时,活着就是为了走向终点,仅此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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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